大阪明星 我们的青海卫视遥控新料理 接下来这位嘉宾真的是重量级的杀手级别的 而且他唱的歌都特别好 是吗 对你说的错了 王菲啊 王菲要来 那我觉得应该比王菲要唱的好吧 哎哟 那他到底是谁呢 所有的朋友们我们欢迎刘丽阳 欢迎 哈喽 大家好 各位好 安丽好 我说菲姐去唱歌 我怎么敢跟菲姐相提拼 菲姐那么大度 一定会鼓励后辈的对不对 压力太大 菲姐 菲姐 我好喜欢你的歌 菲姐 每一生我都会 你们两个好搭呀 但是我真的很好奇 因为我认识丽阳非常久的时间 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到他家 但透过那个BC25第一次看到丽阳家 原始长这个样子 你很爱开心 我这样 我现在有改变了 以前比较邋遢 你为什么会改变呢 可能年纪有一点 你懂吗 随着年纪的增长 然后这个喜好会 为什么我家那么邋遢 你还 你还 还小 年纪还小 还不到18 你家里特别干净 我家里非常非常干净 你家都很干净 就看得出来很细心的一个 对 他是的确非常的细心 你看丽阳自己就是 我今天你随意啊 我今天就很潮 有没有 就假装 为了为了来见你吗 哎 你们俩 你们俩个到底是 等一下 我永远 看不下去 什么意思啊 你们俩个 他才18嘛 然后我不好意思太老气的过来 刘丽阳在时尚上面有自己的味道 但是在厨房里面会不会下厨呢 我们接下来要欢迎我们三位 评论员 来就是遥控丽阳的是哪一位 嗯 妈妈 为什么会选择就是让妈妈 就是妈妈平常做菜 我没有选啊 导演组就要妈妈 我有的选吗 请问 因为有的选 你选谁呢 没有的选 你不选我妈 哈哈哈 这个一看到该伤 什么意思啊 没有 因为我妈医生嘛 工作很忙 就是她退休之前的不做饭 她唯一拿手的就是做饺子 然后每年的三十 我几乎没有跟她 没有见过我妈 然后我妈就端着饺子 就去拿给病人 因为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一些话 终结起来的话 就讲说 你觉得你妈做的菜不好吃 没有了妈妈 怎么可能 你做的饭最好吃了 他做的哪一道菜 是你最喜欢吃的 他做的饺子是最最好吃的 是吧 馅儿大 该不会是在外面买的吧 对对对 自己包的 没有啊 其实在家里面妈妈做的菜 都是会有一种妈妈的味道 对啊 有家的感觉 对吧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到我们的 刘丽阳的妈妈家 来看一下刘丽阳的妈妈要准备 拿三道我们的备用菜 吃一看 VCR 阿姨好 阿姨家特别紧接 跟丽阳家一样 在我们这个遥控新料理这个节目 所以今天过来拜访一下阿姨 其实很想问一下 跟丽聊一下就是说 在我们丽阳小时候呢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他真的是比较独立 从小没有像别的女孩子那样 给他打扮的花枝照着 都是非诚 都是头发剪的短短的 都弄成这个小 打扮成小男孩的样 我有我的想法 他从小就有很多朋友 男孩不哭 好像就是这样子一个 好像是这样一个名号吧 具体的 我不知道 他们就说男孩不哭 就这样 阿姨啊 我们参观一下您的房子吧 可以 您带我们游览一下 我来帮你 我帮你 这也是有丽阳小时候照片吗 长头发还是 是不是很可爱 笑得多灿烂 那阿姨啊 那我们就见识一下 你小时候经常为例 准备起了菜好不好 春月一般 就是但是孩子喜欢吃就行 这种酒吧 哎呀你 都是热狗的 No way, no way I think you need a new one Hey, hey, you, you I could be your girlfriend